I wanna take you to a place not very far from me 谢沐就输了 日本有一档综艺节目 跟拍到你家 大家有看过吗 随机在路上找人 询问是否可以跟着他们回家 窥探他们的生活 近日播出的一集就引起网友热议在居酒屋打工 自称无业的20岁男子种田下西 他表示可以一起回家 没想到节目组搭车跟他回家 竟发现惊人情况 种田说自己家中目前有一位朋友赞助 对方因为兴趣相投而成为室友 起初这位室友害羞一直躲在厕所 在节目组邀请下现身 竟是一位当妹子把手机从脸拿下 虽然没有化妆但长得很可爱 妹子名叫Kiira是英日混血 两人透过网络认识 Kiira前阵子离家出走 就一直住在种田家 平常没在工作也不会打扫房间帮忙洗衣服 他说自己不会用洗衣机 两人生活环境就这样乱乱的进一步了解 Kiira还是之前读国际学校 父母从事IT行业 一位混血长相和身高 常被同学霸 虽然想重新上学 却还是有些顾虑 而两人虽然住在一起 却不是男女朋友 种田表示自己和Kiira同病相连 也因特业不好离开学校 当初爸妈给他很大压力 于是离家出走 实在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大长腿腹家女 会愿意在这样环境生活 不过Kiira说自己不在意 但种田女友就不这么想了 种田先后交过六个女友 都因为无法接受Kiira存在 提出分手两人真的相处很好 经常一起喝酒 玩乐 出门也被误认为男女朋友 但种田说 不想越过朋友那条线 令关系生变 他们认定彼此是对方人生中 非常重要的朋友平时 种田出去打工的时候 Kiira就这样很自在的在家打游戏 虽然剧情没有像漫画里的一样发展 宅男没有和天上掉下来的 大长腿过上幸福的爱情生活 却让我们看到了男女之间 也有纯洁的友谊 网友也热议 有神快败 太唬烂了正常男性 怎么可能忍得住 SOD都是真的 一定有推过炮男的不可能忍得住 Zither Harp